脂液性皮炎能根治吗 如问医生特药专家王慧娟 西安市第九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 脂液性皮炎 它主要发生在面部 前胸 后背 皮脂腺分泌旺盛的部位 面部以鼻唇沟 还有额部 这些最常见一些油腻性的红斑 有淋泻 它的表现 还有一些搔痒 它是可以治愈的 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使用的药物 有口服的对症止痒的 还有一些控油的 最主要的是要润肤保湿 因为它与神经功能失调也有一定的关系 润肤保湿避免刺激 还有由于它与这个 湿脂的一些真菌 就是抗皮包子菌感染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还可以使用一些抑制真菌的药物 像二硫化锡 还有一些硫磺霜 浮房科美做乳膏 这些都可以使用